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她与孩子双双被病魔清洗 感冒的阴霾如影随形 让他们的身体变得虚弱不堪 莱拉的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沉重的鼻音 脑袋也昏昏沉沉 仿佛被一团浓雾所笼罩 而孩子那原本粉嫩的小脸 此刻也因生病而变得苍白 时不时传来的咳嗽声 如同重锤般敲击在莱拉的心上 在这艰难的时刻 莱拉深知自己肩负着生活的重担 她渴望工作 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然而 疾病却无情地束缚住了她的手脚 让她有心无力 她望着窗外那潇洒的世界 心中满是迷茫与无助 没有了经济来源 她不知道该如何维持自己与孩子的生活 如何购买药品和食物 如何抵御这寒冷的冬季 在孤独与困苦的交织中 莱拉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远方的父亲 她的口中轻轻地念叨着 爸爸对自己最好 爸爸最喜欢小孙子了 莽熙与父亲相处的温馨画面 如同电影般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放映 父亲的慈祥的笑容 关切的眼神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 此刻都成为了她心中最渴望的威竭 她深深地明白 自己当初与父亲吵架后 离家出走的行为是多么的冲动与愚蠢 她的任性不仅伤害了父亲 也让自己陷入了如此狼狈的境地 然而尽管内心充满了懊悔 莱拉却依然被那所谓的自尊心所困扰 她觉得自己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 实在是太丢人了 她在面子与亲情之间痛苦地挣扎着 一方面渴望着家庭的温暖与父亲的原谅 另一方面却又害怕面对父亲失望的眼神和可能的责备 她如同一只迷失在黑暗中的羔羊 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只能在原地徘徊 独自承受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 老者的内心实则承受着诸多的无奈与煎熬 她并非对莱拉的离去无动于衷 只是寻觅的路途充满艰辛 始终未能如愿找到她 外界有些人对老者指指点点 认为她不甘意一个女人而忽视自己的女儿与外孙 然而这着实是对老者的误解 如今 老者的小女朋友已离开她家 回到自己的住所去处理个人事务 事实上 莱拉的离家出走不能完全归咎于老者的小女友 莱拉当初之所以选择离开 是因为老者倾尽所有去为阿祖法建造楼房 也就是那处立在阿祖法工地上的建筑 老者几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投入到建房之中 可康特妈妈的种种行径又让事情变得复杂棘手 莱拉担忧日后会麻烦不断 于是在与老者沟通此事实 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老者固执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他直言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只要身边之人遭遇困难有所需求 他必定会伸出援手 无论旁人如何劝说 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父女俩就因这一理念上的分歧激烈争吵起来 莱拉在圣怒之下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 只留下老者在原地 独自面对这因好心助人却引发家庭矛盾的残局 内心满是惆怅与失落 却又不知该如何化解这一将军 挽回女儿的心 在这寒意见浓的时节 老者的内心满是焦虑与牵挂 天气愈发寒冷 他深知女儿莱拉在外的艰辛 尤其是他还带着孩子 且双双生病 每念及此 老者的心便如被重视所压 沉重不堪 然而 莱拉就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任凭她四处寻觅 却依旧毫无头绪 莱拉其实心中也明白家的方向 可那倔强的自尊心却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 阻拦着她归家的脚步 她在矛盾与挣扎中徘徊 一方面思念着父亲与温暖的家 另一方面又因当初的争吵而拉不下脸主动回去 而在这艰难时刻 摄影师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莱拉的责任 成为了她生活的支撑 摄影师为她提供食物 药品 给予她必要的关怀与帮助 使她和孩子得以在困境中勉强维持 小编满心期待着摄影师能尽快想出妥善的办法 将莱拉的所在告知老者 唯有如此 老者才能前往将莱拉接回家中 让这离散的家庭得以重聚 让莱拉与孩子不再饱受寒冷与困苦的折磨 重新沐浴在家庭的温暖与亲情的光辉之下 或许摄影师的这一扇局将成为化解富与矛盾 修复家庭关系的关键转折点 让这个家庭重新找回往日的温馨与安宁 让这些受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